雷 都这么晚了 王爷怎么还不来啊 相韩 我都快被这个盖头给扭熟了 小姐 新娘子pun 不几乎 嗯 那我还是盖着不 小姐 你别急 我去替你看看 好啊 快去 来来来来 来一杯 再来一杯 连上 连上 慢走 慢走 袁少爷呀 一定好好好 来来来 少爷 再来一杯子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等一下 干 一定要多喝啊 来来来 各位各位各位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是梁王的新婚之喜 对不对 新婚最重要是什么 自然是洞房花竹叶了 来来来来 新郎官 我说你这新郎官是真不着急 还是假不着急啊 禁锢着喝酒 错过了及时就不好了 到时候我妹妹跟我紧 我可管不了啊 哎呀 好了好了 快快 我妹妹等着急了 快 来 来 来 小心啊 我让你少喝点 你看你喝多少 有罪可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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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zweeze 保护王爷 是 王爷 小心有诈 王爷 没事吧 没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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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有刺客闯入梁王府 刺伤了王爷 什么 王爷受伤了 所幸未伤及性命 还有其他伤亡吗 皇上放心 听说刺客目标就只有梁王爷 刺客呢 抓到了没有 回皇上 还没有抓到 真是蹊跷 怎么梁儿一回京 宫中就频频出事呢 看来真是不能把梁儿 丢在京城了 凤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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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得这么重啊 怎么样 对不起啊 放心吧 没事 伤口虽然深 还好为伤及要害 魏豪 你去外面照应一下 千万不要让兵科迟到 是 疼不疼 皮肉伤不碍事 怎么会这样 香兰 这儿有约征照顾 我们出去吧 是 王爷 小姐 香兰告退了 嗯 小心啊 小心啊 我看你还是不要动了 伤口刚包扎好 今天在这儿休息吧 我在这儿陪你 那怎么可以 今晚是我们东方画出 怎么能在这里 没事的 你的伤要紧 再说了 我们已经拜过天地 成为夫妻了 一辈子都要在一起的 何必均淋遇这些俗礼呢 何必均淋遇这些俗礼呢 放心 我的伤没事 你回房休息吧 累了一天了 我不累 我得在这儿照顾你啊 再说了 再说了 你受伤了 我得保护你啊 你就安心睡吧 我去给你拿床被褥 别动啊 我去给你拿床被褥 也挺好 你把这个人负荣 放过来 你把这儿来把这儿移送 我去给你给你拿床 你把这个人负荣 你不能换 你把这儿还赶了 冯磊 你醒了 来 小心 怎么样 真疼 还疼吗 怎么样 还疼吗 疼 别动 你别跑 一边走 你别动啊 你饿不饿呀 要不要喝点粥 我给你热着呢 去给你盛一碗啊 别费这儿了 我没胃口 那你渴不渴 我给你倒点水喝 不用了 我只想静静地躺会儿 平日里镇守那栋关 战事不断 受伤是家常变化 这点小伤不碍事 只是想不到 回了京城 竟然还有此一难 真不知是谁与我如此重慎 竟然会选在大婚之日 想置我于死地 凤林 你觉得今晚的刺客是谁派来的 不知道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在想 应该是认为我对她有所威胁的人 或者是对我有所怨恨的人吧 她知道我回来了可能会对她产生一种威胁 一种 不安全感 所以她才会要杀我 无论是谁 我觉得 绝对不会是凤巡 是 是吗 嗯 你对她这么信任 果然是情深意厚啊 不是啊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嘛 彼此的脾气秉性都该知道 凤巡温和纯良 她不可能背后使应招的 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啊 我怎会清楚 谁知道她是哪种人 你 你 你怎么这么说啊 凤巡她真的不会 别说了 你回房秀去吧 你别赶我走嘛 我不说话就是了 你在这儿 我没办法安心养伤啊 天花 我也会担心你 担心我 嗯 那 那我就回房休息了 你明天想试什么我给你做啊 我明天一早来看你 你来啊 那你去看我吧 你去看我吧 essy 走啊 你走啊 我走啊 你走啊 我走 怎么会有刺客伤人呢 而且 昨天还是梁王爷的新婚之夜 这不诚心触人家眉头吗 就是说呀 那梁王把内洞关 给咱们百姓守得好好的 猛一人才不敢入侵 竟然有人在王爷成亲的时候 想杀他 真是造孽呀 这人呢就该天大雷劈 对对对 刺客抓到没有啊 正在抓呢 我看这事啊 明摆着是想破坏王爷的婚事 是吗 之前太子爷不是当街阻止王爷下聘吗 这一次啊 说不定啊又是太子 就是这样 那天我也看见太子在原府门口闹事呢 武刀弄枪 闹得可厉害了 是啊 你们不在场吗 那到底怎么样了呢 抓都没有啊 那我飞来飞去的 吓死我了 这真是 王爷 来 凤霖 王妃 还没起来 我还没起来 还没起来 岑上 你必须一礼进宫 否则父皇知道昨晚的事 他一定会担心的 岳正 一会儿见到父皇母后 我受伤的事你千万不要提 我知道了 还是你想得周到 梁王夫妇向皇上皇后娘娘敬茶 父皇母后 请喝茶 林儿有伤在身 不用跪了 快起来吧 谢父皇母后 请呐 去 不 ớ 本宫已委派孙国舅连夜追查 必将擒获刺客 谢父皇 谢母后关心 儿臣的伤势并不严重 本来不想进入宫中 没想到还是让父皇母后被我操心了 雷儿 这个刺客来得蹊跷 你怎么看 父皇 儿臣回京后安分守己 并未跟人解怨 实在无法猜知刺客从何而来 儿臣真的不清楚 只是 既然儿臣并无大碍 也恳请父皇不必再兴师动众地追查凶手 免得京城流言纷纷 人心不稳 还是铃儿思虑周全 不过这刺客大闹婚礼居心叵测 必须抓获 以查出个水落石出 谢母后 皇上 皇上 梁王夫妇 还背了见面礼 正好 不愿意 皇上 皇上 梁王夫妇 还背了见面礼 正好 企与两人 都不愿意 不愿意 谢谢 皇上 他就给你们看上来 皇上 身支撑井 皇上 这个皇上 来 皇上 皇上 爹 母后 我们还另外准备了 您和二皇子的礼物 灵儿能娶到你 实在是皇室的福气 谢母后夸奖 儿臣感谢母后为儿臣 你得如此骄傲 灵儿 你入京已有数欲 如今亲事已成 朕希望你早日返回内东关 为朝廷镇守边疆 是 待儿臣准备妥当 就动身返回北疆 灵儿 你随朕来 父皇要与你说说北疆之事 是 对 替我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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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尔 莓儿 父皇急着要你赶回内东关 你虽有伤在身 但再长留京城 怕会掀起更多风波 父皇所略极是 我与岳征 在京城留得越久 风波自然也就越多 看来你认定是徐庆 而是徐庆尔指派的刺客了 儿臣不敢 皇上 皇上 为什么要单独找凤脸 你疑心徐庆尔可有真凭实据 之前 徐庆尔因岳征行为失当没错 可他为什么当街阻拦下聘 你心知肚明 你与岳征已经拜堂成亲 他何必再派刺客对你不利 丽儿 难道你对皇后和徐庆尔 还怀有恨意吗 父皇 你知人定是儿臣 对皇后和凤荆怀有恨意 你怎么就没有看到 皇后对儿臣的恨意和提防呢 你还是心结未解呀 皇后对你很是关爱 此番对你的婚事也是极为用心 她当然用心 儿臣喜欢的是思雨 她却百般筹划 让儿臣迎娶乐章 你 喜欢思雨 不愿意 岳征 昨天晚上吓坏了吧 有一点儿 不过幸好玉缺把刺客给打退了 凶手留下什么线索了吗 刺客好像是有备而来 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不过 凌儿伤势如何了 母后您不必担心 虽然伤口是有点深 不过未伤及筋骨 相信贾一时日很快就会康复的 那就好 多谢母后关心 父皇 儿臣不知 父皇这么急地召见儿臣 有何事啊 内东关紧急军情 孟一国喜结我村落 朕要你立刻回内东关镇守 以安民心 儿臣遵旨 不过父皇 眼看就要入东了 将士们都得更换东医 儿臣为内东关将士们请命 请父皇为他们加配军饷 皇上 臣以为 孟一国只不过是骚扰村落 并没有举兵扣官 两国不是正式交战 所以无需增加军饷 再说 内东关年度军饷早已波及 如果首相都无端地向朝廷追加索取 恐怕会引起其他边关将领 群起效用 后果不可不虑呀 孙国舅 不如是 这些人都在准了 太子 你不想要 这些人 可不可以 这些人都在准了 你不想要 我们的女人 要不想要 你不想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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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